22岁的黄艺梅作为中央美院的才女 不仅以出众的才华引人注目 更以天生励志和开朗性格赢得了众人的喜爱 三个月前哥哥黄振华引荐她到建筑院实习 正是在那里周世辉对她一见钟情 黄艺梅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举止都如春风拂面 深深地印刻在周世辉的心中 使她为之倾倒为之着迷 然而事实上她与女友关芝芝即将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这天当工作人员准备将刚毅印在结婚证上时 周世辉突然大声制止了工作人员 对不起 今天这婚我真的没法给你结 不行 你今天必须得跟我去结婚 大不了明天再离 眼看周世辉选择仓皇逃离 黄振华即刻驱车及时将周世辉带走 在车里周世辉无法再掩饰内心的真情 透露了自己对黄振华妹妹黄艺梅的爱意 让人意外的告白让黄振华愤怒到了极点 他毫不留情地对周世辉发起了一连串攻击 然而即使面对黄振华的暴揍 周世辉也未曾还手 他坚定地声称自己对黄艺梅的爱是纯粹而真挚的 甘愿为他承受一切痛苦和折磨 黄振华愤怒地将车紧急停靠在路边 声色俱力地警告他对黄艺梅的念想必须止步于此 然而周世辉却固执己见 坚信黄艺梅对他心存好感 他们曾共同品味美食 一起喝咖啡 更赠与黄艺梅一条手链 而黄艺梅也未曾拒绝 周世辉在心中早已下了决心 要与关芝芝结束关系 但他始终难以启齿 这份纠结与挣扎 一直持续到他与关芝芝即将在民政局领取结婚证的那一刻 直到那时周世辉才如梦初醒 他意识到自己对黄艺梅的爱早已深入骨髓 非他不娶 随后黄振华驱车归家 刚至门口 便拉着黄艺梅下楼 揭露周世辉因他放弃与关芝芝结婚的真相 然而面对这一消息 黄艺梅却表现得异常冷静 仿佛整个事件与他无关 二人回到家 就看到关芝芝带着满脸的泪痕赶来 向黄振华诉说心中的苦楚 他怀疑周世辉心中另有所属 而黄振华则竭尽全力掩饰真相 试图平复他的情绪 当关芝芝意外得知黄艺梅的小名是玫瑰时 心中的疑云顿时消散 回想起周世辉在梦中多次呼唤玫瑰的场景 他确信周世辉心中所牵挂的女人正是黄艺梅 黄艺梅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有拦着他们结婚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你什么都没做 人家闹什么来 哭什么这个样子 黄艺梅坚决地澄清 他与周世辉之间纯粹是师徒关系 绝无愉悦 他们的交往仅限于品名官营等正常的社交范畴 然而关芝芝却一口咬定黄艺梅有意引诱周世辉 面对关芝芝的咄咄逼人 黄振华竭尽全力才把她拉走 父母早已因黄艺梅的众多追求者而倍感困扰 如今又得知她与已有未婚妻的周世辉有所接触 更是怒火中烧 尽管黄艺梅百般解释 他们仍固执地认为黄艺梅有错在先 愤怒之下 他们决定将她暂时进足于房间 次日官吱吱便找上门向黄振华兴师问罪 甚至威胁称要向学校揭发黄艺梅的不当行为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指控 黄振华只好连声道歉 与此同时 黄艺梅已经不在屋内 早已通过窗户悄然逃离 黄艺梅直接表明了她对周世辉并无兴趣 并真诚地规劝关芝芝远离这位她口中的渣男 然而关芝芝对此深感不甘 因为周世辉曾是自己的初恋 她已付出了七年时光 面对关芝芝的困惑与挣扎 黄艺梅耐心进行开导 并贴心地为她点上一份甜品 希望能借此缓解她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此时黄振华匆匆赶到 透过窗户看到二人正和谐地品尝着甜品 心中的忧虑与紧张瞬间消散 另一边周世辉经过一番打扮 手持一束盛开的黄玫瑰 满怀期待地前往建筑院寻找黄艺梅 然而当她得知其并不在时 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与落寞 黄振华见状果断地将她拉到一旁 对周世辉的执迷不误进行斥责 然而周世辉对黄艺梅已经入迷 坚决地表示要亲自前往学校 寻找黄艺梅用真诚打动她的心 接着周世辉怀揣一束鲜花踏入校园 向黄艺梅倾诉她的爱意 然而黄艺梅的回应却冷若冰霜 果断拒绝了周世辉的表白 然后转身离去 随后周世辉来到自己和官吱吱的新房 只见屋内一片狼藉 这里原计划作为二人的婚房 面对此景 周世辉心中不免地愧疚 她试图与其进行最后的告别 然而官吱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此时的黄艺梅 恰巧发现了一公司发布的 总经理助理招聘信息 于是决定尝试应聘 在填写报名表时 一滴墨水不慎溅到了她的衬衣上 为了遮盖这个小瑕疵 她礼貌地请求一女生借她一条丝巾 女生不忍拒绝 便慷慨地将丝巾赠予了黄艺梅 当轮到黄艺梅面试时 惊讶地发现面试官 竟是先前给自己丝巾的女生 在这场关键的面试中 她以自信从容的姿态 流畅而得体地表达 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好感 然而在面试的最后阶段 苏更生突然问起 为何会选择这条丝巾 而黄振华获惜黄艺梅放弃考研 转而参加面试的决定后 担心父母会因此责备 便预先与黄艺梅进行沟通 当其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中 准备享受母亲为她准备的 一桌佳肴时 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份宁静 这是通知黄艺梅进入第二轮面试的电话 这个消息让原本期望黄艺梅 继续深造的母亲感到意外和不满 然而黄艺梅却对这家公司充满了热忱 面对母亲的疑虑和担忧 在黄振华的耐心劝解下 母亲最终理解了黄艺梅的选择 同意让她去尝试 第二天黄艺梅准时出现在公司准备面试 苏更生亲自引领她来到 总经理江雪琼的办公室 不久江雪琼到了 她在黄艺梅面前精致补妆 你今天穿的是丝绸很有光泽 用锤油可能会抢色 雾面的更大一些 你可以走了 谢谢江总 与此同时 周世辉在经历了感情波折后 内心充满了失落和绝望 她将自己的房子挂牌出售 并递交了辞职信 计划回到故乡 在离开之前 她特地约见了黄振华 拜托她向黄艺梅传达一句话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 黄艺梅在她心中 永远是那束无法忘怀的光 周世辉 你是不是前三十年走得太顺了 如果让我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 我宁愿待是一辈子 成功了 成功了 你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围着你转 你能干得了伺候人的活 咱等着瞧吧 此日清晨 黄艺梅身着精心挑选的服饰上班 她原本怀揣着 被同事们热烈欢迎的期待 然而迎接她的只有苏更生一人 苏更生不仅为她解读了助理的职责和要求 还深入剖析了江雪琼的工作风格与个性 她进一步提醒黄艺梅 美貌虽未优势 但亦需妥善运用 以免在职场中引起不必要的纷扰 此刻江雪琼正在忙于筹备中法交流展 却因见不到收藏家滕先生而倍感焦虑 封富有趣味的视频内容 可以输出好的情绪价值 带给大家开心和快乐 如同给身体补充了一顿营养丰富的大餐 有研究表明 70%的疾病与情绪有关 所以每天保持轻松愉快的好心情非常重要 加入会员 您就可以抢先一步看到还未公开的新视频 可以收看会员专享影片 可以参与会员专区热门话题讨论 参与聊天互动及投票等 同时享受在频道商店购物的超值折扣 频道将持续输出更多精彩视频和趣味互动 希望带给您更多开心愉快好时光 也希望可以得到家人们的支持 只需半杯咖啡 就有了满满的活力和能量 前十名新会员将获得频道商店送出的礼物一份 这么开心的事情怎么不早说啊 好到非常 苦的不就是这个吗 有 哇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